继续再来看到减箱灭箱风波持续延伤 最近点书跟通讯软体就疯传 政府将设立宗教法 限制民众信仰自由引发了民间华人 立委也邀请了相关政府单位召开记者会 不仅博士谣言更强调宗教团体法 是为了保障信仰自由 环保署也强调自始至终只是劝导并没有强制 避免民间谣传持续扩大 正是动起来积极跟宫庙沟通 眼镶拜拜一直是台湾重要的民俗信仰 不过最近通讯软体疯传 政府即将设立新法 所有宗教活动都得经过批准 所有宫庙也得经过登记 未登记却进行宗教活动将依法送办 消息一出引发宗教团体哗然 更号召折磨上开刀抗议 昨天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问我说 以后在家里清修要不要向政府登记 我跟他讲说这里面完全没有 你只要不去干扰到北伦政府 不会去管理 其实就是一直在维护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维护所谓的平等的信仰的观念 谣言传得太夸张 立委与政府机关也亲上火线解释 一切都是子虚无有 立法也是为了保障宗教自由 宗教团立法目前并没有在立法院恶毒 现在也只是草案 我相信日后如果到了立法院来 所有的立法委员一定会遵循民意 好好的把关 对于宗教民俗相关的活动 我们都尊重 我们都是透过宣导 那希望能够来住职的检量 针对检相灭相争议 环保署也澄清从来没有隐姓规定 自时至终都只是宣导 也有地方庙宇出面立庭表示不会参与抗议 为了环境永续发展政府提倡民间公庙减箱 引发民间反弹 行政院派员经过协商后 双方互视善意 23号不抗议了 改为宗教嘉年华游行 事件风波也算获得解决 欢迎新闻客户好名 丁杨诚 台北报道